我是來自米里 我叫古惠分古代的古 我今年 41 歲 我患這個腸癌的時候是在 2006 年 我發現的時候已經是差不多 是很惡性的了 第二期 我就在 2007 年裡面做了三次的手術 在這個手術中第一次 做到不是說很好 而且醫生是沒有詳細跟我完整的檢查 他只是跟我檢查 我就因為手術不成功 所以要導致做三次了 那麼第二次的手術就 因為很緊急 所以就 很緊急的飛到古今再做多 第二次手術 那麼這個手術就做了蠻長的時間 就差不多花了半天的時間 所以醫生就本來是說 這個手術是非常的 嚴重 而且也是 也是說我要 很堅強的那種 心情去 去面對 然後 我在這個手術裡面差不多是 在傍晚 7 點多的時間 進去到天亮 5 點半才出來 那麼我媽媽就在 這個 手術房外面一直等 就看看我為什麼這樣講得出來 比我慢進去的人都出來了 我還沒有出來 所以他很著急 然後就一直問醫師 問那些護士 我女兒怎麼樣了 他講還在做手術 還沒有這麼快 他的 腸太多這個癌細胞了 他就跟我媽媽說 你耐心等一下 那麼他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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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等到差不多 就是天亮了 到3點的時候他再問醫師 醫師說你再等還沒有好還在做手術 那等到5點半的時候 我媽媽又問他講已經好了出來了剛剛才出來 只是還沒有醒罷了 然後他講多一下我就 叫他醒來 然後差不多8點這樣就把他推出去 那時候我還在ICU裡面 在那個時間裡面我 當我醒來的時候 我發覺到我自己 好像整身都痛了 不耐煩了 然後我就 不小心就想要翻 翻來左邊的時候我母親叫我 你不要翻 我問他為什麼 我講我不耐很痛 他講你不要翻就是了 然後我就 不小心把那個褲拉下去看到 我自己的肚子 就是 這樣子 接受不來 就想到眼淚就不要了 在那個時間裡面我是 我跟他拒絲 能拿然後結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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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熱我請多說 你有想到你女兒還笑 你要堅強 你一定要快點倒起來 當然我的心裡面想 雖然把我女兒生下來 我一定要負責任教導她 把她養蛋 我不可能把她丟給別人 我一定要快點倒起來 我不會輸掉你 我會輸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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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又會輸掉我自己 加油 我會輸掉你 我會輸掉你 我說 看女兒的臉 你就會難過 我媽媽一直把我女兒壓在我的前面 所以我跟我們記憶講 我要快點倒起來 當然我在生病裡面 我媽媽也是買很多藏品給我吃 我自己本身也吃了很多藏品 可是都沒有 沒有效果 我又開始 失望 因為吃太多 加油 沒有好的反應出來 那我就開始放棄 不想吃藏品 後來我表姐來到基隆坡過新年 那他就跟 傑基隆說 我現在生病了 然後 很嚴重 然後傑基隆說 他一定要回來看我 然後 他就叫我表姐安排時間 問我回到民意的沒有 那一段時間 我還在補充 我住了兩個月 一個月在醫院裡面 住了一個月醫院 另一個月就住在我家 因為每一天都要倒閉去醫院負診 在那兩個月裡面 雖然是沒有見到我自己親愛的女兒 可是每次有打電話跟她說 我會不會來看你 然後當我回到媒體的時候 傑基隆就快點安排時間飛過來 帶著安特尼跟他的見證都來看我 他一直跟我講 叫我吃 我跟他叫我不要吃 因為我前面已經吃太多保健品 都沒有給我很好的反應 然後他就叫我媽媽 買一兩包給我吃先 什麼都不要說 就是吃 然後他就一直打電話叫我 你一定要吃 他叫你不要放棄 不管怎樣 你也要吃 那我媽媽又再次跟我講 你不要忘記你的女兒很小 我又開始跟我講 我只是四次罷了 我叫你不要跟我買多多 我吃了一包 兩包 在第二包的時候 我 開始要吃完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不一樣 因為比較有精神 比較有體力 而且就 也比較有 結得力 比較有自己的身體 比較有那種體力 也 就像開始我就 接著吃第三包 第三包的時候 我吃的時候就 反應就很快就來了 然後 就是這樣子 我就拿了一個療程 一個療程裡面 我就吃了三個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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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拿了三个月 三个月的那个 一个两千吃三个月 是吗 我就是这样子吃咯 然后就吃着吃 就以Anthony教我的方式来吃咯 第一次我开始吃我就吃九粒 那每一个星期后我就加三粒 一直加到我一天吃四十五粒 那我吃四十五粒 就吃了差不多快一年 那我在吃的其中 我就问医生 我身体的 有没有好转 他跟我说 就是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的皮膜才打到 第五支 你的身体就有很好的 那个 报告出来 那我问他 是怎么样好的 那个 是怎么样好的那个情况 你可以跟我讲吗 他讲 你身上的癌细胞已经减少很多了 而且是 可以说是很接近靠近 平常的现象 那我就问医生 那我几时可以把我的那个肠结回去 他讲你不可以结先 因为你还 你的肠是很受伤 所以你的体质还是很弱 那我就跟医生说 要等到几时呢 他跟我说 慢一点 那我也没有出声 我也听他讲慢一点 我就慢一点 那我也一直在吃我的S&E 吃到 在差不多10月的时候 我就问医生 这一次报告来的是什么样的消息 他讲你的 身上的癌细胞完全没有了 我听到我很高兴 我就问医生 我要把我的肠结回去可以吗 他讲慢一点先好吗 我问医生 我问医生 要慢到几时 我不想看到那个 袋装在我的肚子那边 他讲那你就 再来检查多一次 那一个检查之后 我就会跟你 给你一个答案 那好 我就跟医生 给那个医生给我一个时间 安排我去做这个 肠的扫描 我就做了肠的扫描 大肠小肠 全部做了 他就 找不到我 所 开了的那个借口 全部好好 而且 肠也长得很漂亮 比 平常的人 长得更漂亮 所以 我听到很开心 在那个时间里面 我还是在吃45里 因为我想到要寄回去 所以我一定要吃到那好好为止 然后我就 在十月尾的时候 医生说 他安排的时间给我 结尾去 我听了很高兴 我就跟医生说 嗯 谢谢你 因为之前他有跟我 有吃什么 产品吗 我都没有跟他讲 到后来他跟我进去的时候 我有跟他讲 我吃S&E 我还拿给他看 我还跟他讲 叫他上网看 他也跟我拿了那个纸 他问我 你怎样吃 我就跟他讲 我一天吃45例 他听了 吓到我讲 你怎样吃一天45例 他说一粒度500mg了 你怎麽样吃 我也不是这样吃 当做糖纸这样子吃 那他听了他讲 你吃了又怎样呢 吃了是很健康 我跟他讲 我也是 就是因为这样 吃了很健康 你之前问我 我都不跟你讲 因为我要你 给我一个确定 我是不是完全健康 要是我真的是完全健康 我会告诉你 我吃什麽东西 医生也很出奇 他讲 这个是哪里来的 产品 我跟他说是中国 他讲中国也有这样的产品 我跟他讲是 这是我的亲戚 介绍我吃的 那我就问医生 我还可以继续吃吗 他讲既然你吃得好 那你继续吃咯 他就问医生 他就问医生 那你还要吃我的药吗 要是能够不要 我也就不要吃咯 他讲 那就不用吃咯 吃你自己的草皮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在这边 很感谢S&E 因为我能够吃出健康 我 Noel 他就跟他们友人有关 有假演的 这个是小夏天 这个不错 我来没走到小后再会